我離愛的時候是30歲 當下想說我又不淹不久 怎麼那麼莫名其妙就得這個病 好像08這一塊 比較有走向年輕化 大家就會知道說生病 比較直接一點就是保險這一塊 平常你不會去深入了解 可是當你一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要鑽研它 我的保險內容保單內容到底保了哪些 很多內容就是你必須要碰到你才知道 原來我保的這個內容是不是真的有理賠到 主要是實資實負 畢竟除了化療的過程中 你後續還是要定期回醫院追蹤 掛號費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有一次我碰到有一筆蠻大的金額 我怕要說我的保險沒辦法申請理賠 可能我當下的免疫力不是很好 接近我要去治療化療的那個時間 感冒發燒沒辦法做治療 跟化療一樣會有衝突 一定要打好像比較強效的針 出院結帳的時候我就發現好像幾萬塊的醫藥費吧 我不曉得這個費用能不能去做申請保險理賠 所以我就先趕快上網查 蠻多人都不曉得說政府還有一項就是 只要你在職還在工作的人都可以申請傷病給付這一塊 有住院的話就可以申請領賠 一開始知道確診之後啊 醫生自有問我說有沒有考慮生育這一塊 他可能想說畢竟我還年輕是不是要有動卵的想法 但是我後來聽到說動卵這個費用是蠻大的 政府也沒有補助 聽到那個數字我就打退糖果吧 所以後來就沒有去做動卵這一塊 反而醫生就跟我見面說不然你就是打那個停經針 化療的藥比較強嘛 一定會影響到子宮怕卵巢功能會受傷 所以就是打停經針保護它 就等於是休眠的狀態 等到你的化療結束之後再慢慢恢復 我覺得人生就是把握當下 想做什麼事情就勇敢去做 不要留任何遺憾 像現在很多人都說愛自己要珍惜自己 因為畢竟身體是自己的 別人感受不到你的痛苦 錢再賺就有了 生命沒了就是下輩子這樣子 如果還是在治療過程中的癌友啊 好好的努力去面對它 撐過了就可以往下走 畢竟這個生病過程都撐下來了 應該沒有什麼好讓我在害怕的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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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